接下来要颁布的荣誉 是大家非常期待的 年度导演 这个荣誉在我心中 有另外一个称呼 叫年度伯乐 因为我希望导演发现 台上也有千里马 您还想这事呢 每一个荣誉都在刺激我 必须要有梦 那萨哥 您准备给导演演个 什么样的角色呢 演好主持人 咱能换个别的演演吗 我都已经年轻半百了 干一行爱一行吧 行吧 那您把主持人演到底吧 好的 好 我们接下来就要颁布 年度导演荣誉了 让我们有请荣誉颁布嘉宾 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 联合会副会长李金胜 中广联编剧委员会会长 刘和平 有请两位 各位好 我是李金胜 大家好 我是编剧刘和平 今天很荣幸 能够和我们的电视剧界的著名编剧刘和平老师一起 搬这个年度导演 下面请先看大屏幕 获得年度导演荣誉提名的是 李璐 人世间 孔生 县尾大悦 斗产这么高 丁黑 警察荣誉 愚蠢 山河锦绣 赵司长 咱一会儿好好上来 小宝 陆阳 风起陆夕 获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年度导演荣誉的是 李璐 孔生 有请荣誉获得者 发表感言 非常高兴拿到这个荣誉 感谢总台 县尾大悦这部戏 是经历了一个很困难或者是很难忘的一个过程 我想感谢编剧王小枪 给了一个很接地气 又很有心意的一个剧本 怎么说呢 当我看到一百九十多个又没有性的演员的时候 我有点懵 怎么编出来的 这些名字怎么编出来的 说到演员 这个戏我特别感谢这个戏的演员 他们的精彩表现 让一些普通的生活变得很鲜活 再一个就是感谢所有的支援 因为这部戏 因为这部戏在非常困难的时候完成的 经历了酷暑 所以每一步都走得很艰难 但是就是因为他们的努力 我们完成了这个有温度 有理想的作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付出 谢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在年初给我们这样的荣誉 这个首届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觉得我能够参加这个首届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年度电视剧 而且得到这样一个奖项 非常开心 我也要感谢我的这次的合作伙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爱奇艺 腾讯影业 心力 只有这样的好的合作方 才打开了我们的脑洞 请到了非常优秀的演员和职员 合力打造像人世间这样一部戏 刚才在播《雇佣者》的时候 我看到有我几个画面 基本上是在擦眼泪 在擦眼镜 看到我们现在穿得干干净净 大部分时间是军大衣裹身 都是打拼出来的 没有免费的午餐 所以在此我也代表全国 所有心心扑务工作的导演 在拍摄的 甚至在后续机房的 向大家表示感谢 向观众 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表示感谢 人世间也是从浮化开始 就瞄准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因为这是一个国家队的项目 跟央视一拍即合 在央衣播出破了八年的收视率 所以我也代表我的拍摄团队 向央视表示感谢 谢谢有这样一个好的播出平台 感谢 谢谢